大家好,歡迎收看VG眼鏈開箱,我是Van仔 今天在這單面前就是Logitech G420 Hyperion 3-Rain 一隻中階入門級的GAMING MOUTH 這次G402成為G400的設計 另外加入了一些新功能 例如有一個420iPS的引擎 還有一個DELTA-ZERO 4000DPR的感應器 令到整件事暫時來說是全球最快的滑鼠 不知如何計算出來 可能會計算IPS載成大DPR 令到移動速度最快 事不宜遲,來一個開箱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G402是氣到爆 只有一張Menu 加入滑鼠的主體 DRIVER方面會叫你上去網上 下載 我剛才試過不知為何找不到滑鼠 可能這個版本還不是最快更新 但在網上看到一些review的網站是有的 所以我盡量去試一下找不找到 如果找不到的話,就純粹只是up 而來到滑鼠的主體 其實外型上跟G502有幾分相似 但當然G402是低階版的,所以有些東西是黏了 譬如中間那部分,那兩個DPI就沒有了 另外滑鼠就變回普通模式 沒有飛梭的設計 而另外,它的重量會比G202更輕 因為它本身沒有法馬加重的關係 所以看到它的底部也很乾淨 而另外,G202的左右兩邊的防滑膠會比較精密 所以有些會有三個人的圖紋去增加它的防滑性 現在就只是左邊沒有 右邊只剩下幾條虛線 設計方面,G402的樣子會跟G202差不多 用了一個修身的設計 不過它的高度就相當高 所以如果大家拿起手的情況下 就會有些覺得像是指爪和掌握型的中間 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大家習慣拿一些高新的滑鼠的話 其實它的設計都相當符合你的要求 另外,滑鼠上面會有八個按鍵 最上面有G7和G8 這兩個就控制DPI 大家看到DPI的提示燈會設定在下面 而且用了一會兒就會關掉 目前在沒有設定的情況下 沒有軟件設定下 只有四段 最大會有五段 左邊的部分會有DPI的降速 一按下去就會是降速 另外DPI的提示燈也會亮一亮 而旁邊就會有4號和5號 再看看中間部分的G的Logo 跟之前G102一樣是可以懂得翻 但問題現在沒有軟件 所以什麼都做不到 Logitech G40 而Hiperrier Flaring 創造了一個Delta Zero 4000 DPI感應器 可以自訂5段的速度 而Fusion Engine可以提供最大500 IPS移速 滑鼠方面 設有8個可自訂按鍵 同時支援巨集的功能 設有DPI減速按鍵 對於FPS的玩家來說是非常實用的 定格方面 G40A就會買回$439 雖然之前G400S就貴了四草 不過用四草換回一個瞬間減速的DPI FPS的玩家應該都會付錢 介紹就差不多了 都是那句 lik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留意我的facebook